五月花大廳超級無敵大 里山排外山排 甚至站不下還要站到包廂裡面 像你上一集你有講說是5點40 對 我們台灣人是5點20分就在排隊 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 都沒有台灣人準時 對不起 有更早的 真的老司機 他會在5點前就出現了 那你 欸 等一下幾點到我那邊去 那個是第一波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老實 時間到準時去的 你一定是後面 打你 我沒辦法接受 商品那時候最有名的就是 美寶茶餐廳 對不對 是 中國最有名的叫做 那時候商品 那我們剛去的時候 大概300塊就有了 300 500跟100 150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在服務 在他的花招很多 什麼T台選秀啦 各種服裝秀啊 各種滿足你幻想的 後來還出了一個總裁 總裁房 他就是一個老闆的辦公室 你就是坐在老闆的辦公椅上坐 然後他穿了一個祕書的衣服 你可以把他的服裝撕裂什麼的 所以你就坐在總裁房 然後就這樣 對對對 但是他的廁所一樣有那個水床 他一樣會有一個水床 廣事服務最經典就是那個水床 那個水床有分好幾種 一種是吹的 就是那種打氣式的那種 有一種比較高級的 是已經是 有點像那個 你們的照護中心應該有 那種洗澡 類似那一種的進階版 我去的時候是這樣 就他有一個 一個床 一個鐵床 然後上面有一個墊子 就是那種 OK 然後再鋪一層塑膠薄墊上去 然後我躺上去 他就說哥哥你先趴著 就先正常按摩推拿 推個屁啊 我跟他講這一步跳過 快轉 那只是因為你常去 如果你沒去 第一次一定就是 先感受一下 他那個 那個很厲害 他有招式 他有一個招式表 那好像108招欸 我告訴你 那女生幫你洗澡的時候 他媽的超嗨的 然後那個幹部還會說 如果沒有按表操課 你可以投訴他 沒錯 他裡面有很多經典的招式 蜜蜂踩蜜 蜜蜂踩蜜是什麼 我忘了 就是用你的大拇指 踩他的那個 蜜蜂踩蜜 對 還有一個鯉魚要龍門 妹子翻過來 然後幫你那個 對 那我們不用幫他吧 有這個嗜好的人也可以 還有那個 我記得他當時有拿那個 黑人牙膏 然後幫我清潔 那個是清潔 那個沒有招 那個就是基本的清潔 還有漱口水嘛 對不對 漱口水 幫你 我都覺得涼涼 然後 稍微 那個微笑 你不要那麼刺激 不要跨過來 我沒有那個服務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遇過紅繩 紅繩呢 就是我們現在很流行的瑜伽 飛天瑜伽 對 那個每個祭司就是那樣子 女生的頭在下面嘛 然後身體在上面 然後這樣轉的時候 如果他在幫你 XX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天旋地轉 然後如果 他反過來 他坐在你上面的時候 他這樣在轉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他是在 水墨大法 而且他那個繩索 可以用各種姿勢 就可以滿足你的幻想 我沒去過那個爽不爽 當然爽 但是後來為什麼沒有了 這個要講 因為曾經有一個祭司 因為倒掉太久 腦溢血 掛 掛了 所以後來被禁止 因為那個真的 就是掛太久會出事情 他可能遇到一個 跟你一樣持久的 他都沒出來 還有一個 螺旋 這個可能你也沒遇到過 螺旋是什麼 所謂的螺旋就是 像泰國的鯨魚缸 我們都知道嘛 就是玻璃透明的 裡面的祭司會出來 出來以後呢 一絲不掛 你就可以很明確的 看到他們的身材 標不標準啦 有沒有什麼黑棗的 有沒有什麼奇奇怪怪的 有沒有什麼 痕跡八分的 可以一覽無遺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聚乳 也有喜歡平乳的 然後你就可以挑選到 你喜歡的 對 對 這是比那個 比正常選的更好 對 那時候呢 藏品比較少 所以那時候都要包車去 比如說黃江 那時候主力都在黃江 黃江有很多家 都是那樣子的方式 最有名的是長安鎮 長安鎮有一個金龍島 它的房型很特別 它就是做一個六人房 然後它是六張床 像排棺材 排八卦鎮 家裡講的排棺材 排八卦鎮 它就這樣 就是一個圓形嘛 然後它的床是這樣 一二三四五六 然後你每個人做 還可以看到你的朋友 在那邊做 還可以交換 我那時候遇過一個朋友 可能射太遠了 就射到對面 射到他朋友 人在頭髮上 這個是最離譜的事情 這個也太唬爛了吧 這個是真的 這是真的 所以這種事 你很難去想像 拍片的場景 變成在那邊 都可以遇到 而且它的配額度 是高 是你沒辦法想像 以前我還有推過 很多的名牌 比如說像什麼 對啊 你那時候都有報名牌 高飛里 其實都會報名牌 我舉例 有一個叫做 喝豆漿的女孩 她看起來就是 一個小小平淡無奇 但是她就是有辦法 讓你馬上就 繳械 你看 出來了 她有她的那種 獨到的 什麼 唇舌的功夫 唇舌的功夫 就是會不一樣 那個很難形容 你試過才知道 但是 無法言語 無法言語 那你試過了嗎 我聽人家講 我都沒有試過 我很純情的 你這樣講我不能接受 但是我想要問你 她會喝豆漿嗎 會啊 她會跟你說很好喝 其實那個就是 她的一個 懶客的一個方式 一個SOP 因為外型什麼 她就是比較中等 她只能以 其他的東西取勝 這個真的厲害 對 所以說你去了 每個人都會找她 你這樣講完 我都會想找她 是男人 對這個都會有興趣 因為你 畢竟我們從小 就接受日本的教育 然後再來呢 還有一個就是選秀的方式 你有遇過他們的T台選秀嗎 我沒有 OK 那個時候最興盛呢 在大廊的地豪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 大廊地豪 它也是相當有名的場合 我去過 但我沒有去過桑拿 對 它的桑拿也是在 當時來講是 東莞算是最高端的 女孩子環肥幼瘦什麼都有 至少將近兩百個 兩百 對 然後你下午去看那個T台 她就每個女孩子呢 就穿晚禮服出來 然後就走走走 走到前面排一排 然後每個人拿一根玫瑰花 你喜歡的話 你就把那個花拿走 手上沒有花的就不要挑了 那這是被人家挑走的 但是他一樣會去走那個T台 然後幾百個人 你大概要看三四十分鐘 就如果你要從頭看到尾那個秀 對 我受不了啦 我五分鐘就 因為他們厲害的地方 叫他把花拿 然後他們還有競標 比如說這個標價是500 那你現在大家出600 700 800 那你遇過這樣競標標到多少 比如說五六百可以標一千出頭啦 就差不多這個價 你再高人家 而且男生還是有理智的 還是有理智 之後我沒有理智而已 六百萬 沒有沒有 六百萬第三次 恭喜蔡哥 你如果沒有理智 你要講大朗帝豪 他有排一個十大美女 很誇張嗎 很誇張啊 那個時候 排是258的時候 他可以喊到一萬啊 那個是最高價的 哇靠 那個是最高價 就是一定要他就對了 對對對 那個只有在大朗帝豪有 大朗帝豪那時候 都是走高端路線的 我知道 對 如果客人去到膩了 想要高端 我們就會帶他去那邊 那你跟大家講一下 長平當時有多少個 厲害的場 長平的從頭到尾 其實要講第一個花街 不是你知道的桃園跟五月花 第一個花街是凡爾賽 他進去是一個大廳 然後四五排 那時候 幾百個小姐 對幾百個小姐讓你挑 然後你挑一樣挑中的 就是進房間之類 這是第一代的花街 那後來呢 開了一個桃園 他的大廳比較小 但是一樣是急了很多人 那所以說他後來 老闆賺錢了嘛 他因為他這個太受歡迎了 那他就想再開 一個更大廠 就是五月花 五月花大廳超級無敵大 你三排外三排 甚至站不下 還要站到包廂裡面 然後客人這樣一圈一圈逛的時候 每一組都有每一組的組長 就是媽咪嘛 一次就帶二三十個小姐 可能他們有一百組 但是你除了這些以外呢 像你上一集 你有講說是5點40 對 我們台灣人是5點20分就在排隊 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 都沒有台灣人準時 對不起 有更糟了 真的老司機 他會在5點前就出現了 比如說這個是公司嘛 對 那這是走進公司嘛 他們只有一個走道嘛 然後那個老司機會在這個門口 他要上班他就 等一下幾點到我那邊去 那個是第一波 所以其實 如果你是老實 時間到準時去的 你已經是後面 打你 我沒辦法接受 我以為 被過濾了 我以為 來 下面一位 另外一種比較那個 見一點的就是你講的藍湖 他就是不用進花街 他就看你把客人挑的 已經先幫他 設備過一次了 對啊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 我上一集裡面跟大家講說 你一定要確保他走向 因為我曾經點了20個小姐 結果我去包廂裡面看 只剩11個小姐 對 所以你說在5點40之前 就有人先截伏我們以後 然後我們在逛花街的之後 還有人在截伏我們 對 你講的 你講的 就是有這樣的人嘛 那你講的那個問題 為什麼女孩子會走 這個是一個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有的女孩子 他是希望一定要回去的 他要過夜 對 他如果覺得你選太多 他的機率降低 他 他就會有選擇 他就跑掉了 就是反正給我最多錢的 就是老大嘛 對 當你一個男生點10個小姐的時候 其實他不願意陪你 他可以陪兩個的 兩個的是二中一 10個的話是十選一 當然他不知道 我10個是 所以像我這樣的客人 算是比較少的還是多 當然是屬於金字塔頂端的 不能說沒有 但是就是 我年輕的時候就是金字塔頂端的 有沒有什麼套路 是我們需要注意的 第一個要點就是 我們在那邊遇到任何狀況 一定不要動到妹子 你有什麼事跟你負責的人講 跟我們講 我們幫你們處理 或者是媽咪 或者是經理 或者是酒店的人 你不要動手 那你動手就很危險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 他們的背後是什麼 對 沒錯 然後我遇到那個是最白目的 他要動手就算了 他還直接嗆什麼什麼方派的 然後現在要讓你們難看 就直接嗆那個女孩子 跟他的幹部 那是你的客人 是客人 對 然後我就說你不要鬧 他還是講不聽 因為他可能有點喝醉 喝大了 對 喝大了 那最後呢 居然在人家的酒店門口說 要拿什麼東西來做壞事 人家內保就出來了 那個內保就是裡面 他們的打手就對了 對啦 馬上就把他壓走 那壓走了肯定就是 保餐一頓 最後還是要跟我求救 那我們可能就要透過關係 去跟他上面的人講 那最後就是賠錢了事 還好他就是賠錢了事 那萬一要是有個三長兩短 這個不就白搭了 所以說千萬不要跟裡面的人 有任何衝突 然後再來就是那邊的治安 他的治安很差 有很多的仙人跳 為什麼我們都希望你透過我們 不是說我們一定要賺錢 是一個安全問題 偷錢包偷你東西 這個是小事 更差的是直接找人進來 什麼老公啊 什麼爸爸哥哥都來了 這個都是很多 這真的是不是開玩笑 你處理很多嗎 處理很多 我告訴你 我自己親身就發生一件 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一次是有一個妹子 跟我們其中一個同行的兄弟 他們可能搭上了 他就說我幫你定位就好啦 那我們已經去太多年了 你知道嗎 太熟了 這個媽咪都很熟 但是我們不是跟媽咪訂 我們是透過這個妹子去訂 你知道結帳的時候 一般正常 帳單比方說是三千塊人民幣好了 結果那一次我們結 一萬二 五月花欸 我們還發生這個問題 我們那個兄弟 他就說 那你叫可以做主的來 最後那筆錢 一萬兩千塊 我們還是得付啊 可是你要知道 當我們今天人在國外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比不了 你的安全最重要 尤其是五月花是很恐怖的 他們外面那個還有水溝 不知道躺了多少人 這個是你們不知道的 五月花對面還有一個 他們的縫底躺 它裡面就是烏煙瘴氣的 對啊 它裡面就是吸毒的 所以中間有很多的問題 打架什麼 就是流進去 所以吃很多人 吃很多人 他們的內保是非常可怕的 還好 還好 對 還好你付錢 當然套路不只這一種 還有一種是比城中村 再更厲害的小巷子 會有女孩子就站在那個門口 然後你就跟他聊 你家裡面有沒有漏水 我進去修一下水管 那修一次水管30塊 OK好 那你就進去修水管 那個門一打開 上面有蜘蛛網 然後一個木板床 你就只能在那個木板床30塊 那我曾經遇過一個 最離譜的案例 他比如說他在 跟他在交流的時候 那個女的忽然一直抓住他 不過女孩子 對 正常的反應就是他這種 你就中招了 你剛剛好對不對 後面有一個人在翻你的衣服 哦 嘿嘿嘿 反正你人類 你的錢包就不見了 所以他是抓住你 是不讓你把桌翻 對對對 假如如果今天有一個女生 在跟你愛愛的時候 他突然抓住你 你的感覺是 他在窗室啊 對啊 但其實他在翻你衣服 對 所以後來有叫戰總則 你要真的要去那一種的 那種老司機 他就會只帶剛好的錢 那個30塊 你就帶30塊就好啦 你要兩個你就準備60塊 那你錢要放好就對了 不要被他弄 好 謝謝大支 謝謝 謝謝大支 那我們下次再聊聊 長屏更深入的話題 還有 聽說 你有台灣現在最屌的 摔角聯盟 那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超哥說什麼 嫖娼是我的一身質子 不是啦 沒有那麼 那是你說的 哈哈 我們是 終身志向就是把推廣 我們這個台灣的 職業摔角啦 那所以 陳菁也是職業摔角選手 是是是是 超級大支 超級大支啦 對啦 台客摔角手啦 各位好朋友老國 我是NTW的 Superstar 超級大支 這是我的slogan OK 各位好朋友老國 連背都是NTW Superstar 超級大支 那如果有興趣的人也可以 加一下我們的頻道 NTW新台灣娛樂摔角聯盟 正常的時候 大支社長帶你看正常的摔角 晚上他帶你看 男女之間的摔角 哈哈哈 謝謝兄弟 謝謝 謝謝超哥 謝謝 謝謝 下次再幫我講多一點東西 好好好 沒問題 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也請支持我們的 超級大支 超派 超級大支